那我今天要來為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Python 那其實我不確定就是在座各位有活潮的人 就是因為說寫過程式和寫過Python是兩回事 那因為其實理論上來說就是在學校 大家應該在國高中應該會上過一點程式語言課 就是在電腦課的時候 那因為我也不太確定 所以我就解去就是還會從簡單的東西開始講 對那如果你已經會的話 那你或許可以就是 因為我們電腦很可能有少 那就是如果你已經會的話 你可以把你電腦的控制權就是讓給 就是旁邊如果剛好有電腦壞的同學可以把你讓給他 OK 那我反正早上大家看過我 那我就不用特別介紹我自己 OK 那就是我想先問問大家就是 因為其實SICCON作為一個開 就是我們這次的下令主題是開放原始嘛 那我想問問大家就是大家覺得城市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你覺得城市嘛是一堆符號嗎 或是它是什麼奇怪的東西嗎 或是怎麼樣 那其實我會想要跟大家講說就是 就是一般大家在寫城市的時候 像今天早上就是做談會的時候有講說 有些中國大陸的城市設計師 他們就直接把城市當中符號在背後 那其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因為就是其實你只要 其實城市應該算是一種明確的語言的方式的一種 就是這樣這樣兩位抽象的話 那我們其實可以來看看這個東西 就是你看看一個法律的條文 或是一個普通的句子 其實你根本就可以把它直接換成城市 它的意思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我想跟大家講就是 城市其實是一種很明確的表達 你想要表達的意思的一種語言 像我們中文講話的時候會有模糊的地道 例如說我今天講說車子是紅色的 但我並沒有講說這個車子是哪一種車子 它可能是廣義的車子的名詞 也有可能是一個車子 一台車一輛車子 所以就是你並沒有辦法很明確的接聽說 這個物件就是你要操作什麼東西 那城市語言在其實如果你繼續理解它的話 應該就是它其實是有明確讓你的意思 可以被編譯器知道 然後編譯器可以轉譯成電腦懂得指令的方式 去操作那些數據的一種表達形式 所以其實就是如果你看隨便一條 就是正常的文字的話 它其實都可以直接換成就是城市的 就是如果例如說像可能中文聽起來很文蹂蹂 就是因為它很明確的界定它的意思 那城市語言的話其實你就可以很明確就是 你說要就是例如說我們的名法上面說要約 就是我譬如說我要跟你買東西 然後你說OK 那譬如說我要跟你買東西你就說OK 那其實就在電腦上面來說就等於是我送了一個request 然後你那邊要接受 如果你時間就是如果你時間內沒有接受 那就time out 我就沒有義務就是要fulfill 我就沒有義務要reply你這個request 其實它的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或是說你在城市語言上面 就是你可能會覺得很多城市語言是抽象的符號 就是譬如說你每次看到C++的時候 或是你每次看到像LiteScript或是Husker 就是充滿了各種不明意義的符號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自己想想說 它這些符號其實背後要表達去熟 對 那為什麼我一次前花時間講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python的特性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python 就是這邊有多少人是有寫過python的嗎 5個 喔其實還 OK 那OK那我可以講 那python這個城市語言就是它有 它其實還蠻老的 就是它是在 它其實是一個和C++比 或者是它常用的C++或C不太一樣語言 它的中心思想就是簡單比複雜還得好 任何事情就是你可能在C或C++語言 你有100種完成理念式的方法 像網路上很喜歡 大家很喜歡轉貼就是 什麼100種寫Hello World的C方法 然後可能會有各式的奇蹟影橋 就是用各式各樣的數字的加減去 印一個Hello World去 但其實那不是程式要做的目的 因為你的目的是要印Hello World 你不覺得用一行就應該可以解決了嗎 就是 那這是Python中心的理念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看一下簡單的比較 這是一個 總編是標準的C++的程式 就是你可以看到你要先 你要在C++裡面印一個那個 就是說Hi-Z console 你要先做什麼 你要先Include IO3 去把那個輸入輸出的函式庫給引進來 然後指明說我要用的是標準函式庫 然後再宣告你的主函式 主函式裡面他要輸出你的字串 然後就要return0 return0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大家在電腦課的時候 電老師每次都說 你最後要記得打return0 但是有沒有任何人跟你解釋說 你放那個東西在裡面是什麼意思? 他其實就跟那個 你寫國文作文就是那個書信題有點像 就是國文老師每次都跟你說 你要在前面說 你比如說什麼樣子 母親大人膝下 但他從來沒有跟你解釋膝下這種意義 那其實就是對於你的表達的形式 是沒有太大的注意 因為你最終 就是你看這裡有幾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號裡面就一行是你真的要表達的意思 剩下都是語言的累準 那Python很簡單 就是pre,hi, secan 它是一個非常直覺語言 就是如果你可以用Python 寫到第二種以上的寫法的話 那要不就是另外一種寫法有問題 要不就是你的寫法有問題 就是通常你只會有一種 就是通常一個題目 通常就是一個Python的解釋法 就可以解釋 所以就是如果你們有看過就是XKCD的漫畫 然後他就會說 欸為什麼你在飛呢? 就是因為Python 當我用Python的時候 我只是打Import Anti-Gravity 我只是打了就是 我只是匯入了反重遺憾之庫 我整個人就飛起來了 可能我在C++花600行 700行做到的事情 我在Python的話 一行就解決了 對 那它到底有多神奇呢? 就是如果大家平常有寫C++的話 就會應該會知道說 因為C++其實是比較低階的語言 就是相對來講 就是你是直接對著記憶體在做操作 那這樣C++的字串 或是C++的數字 都是實際對應在記憶體裡面 就是一個一個的位置 那相對來講 它雖然效率可能比較好 但是因為這樣你就會上市很多彈性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看看 例如說像是 好 例如說你要打五個R 或是五個什麼字 那你在C++裡面應該就是 其實標準函式庫 就是C++標準函式庫 如果大家高中有上到的話 應該會知道說 你可以宣布一個字串 然後把字串一個一個的相加 就好了 對不對 那 可是這樣其實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一來你要花時間去寫那個核權 二來其實這樣 記憶體不是很有效率 就是等於是說 你先想看 因為它是直接操作的記憶體嘛 所以它每次再把兩個R相加好的時候 它就要先配置一塊新的空間 然後把它翻進來 然後再來還給你 那其實不是一個很有效率的方式 但是在Python 你可以同時做到就是有效率和簡潔 就是你只要找R乘5 就有了 對 那它會自動判斷說 欸你要五倍 對 今年不是五倍嗎 所以它就會配置五倍的記憶體 然後把它放五倍進去 就是它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用運算子多載方式去 就是完成這件事情 那其實你就可以看到說 就是Python這個語言 它的特性就是它非常的簡單明亮 然後基本上來說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行或兩行就可以完成一個動作 一個動作 甚至是說如果你要拍一個網頁伺服器的話 會拍成一行程式法可以進去 就是一行命令 那我們待會完結它來示範那個東西 OK 那我想跟大家確認一下 就是我們有早上有請教官們 就是各個小隊服在大家的電腦裡面裝了IDOE 大家有看到嗎 桌面上應該會有一個Python的IDOE 就是它會寫IDOE 是兩條蟒蛇就在一起 看看桌面 有沒有 對 Python show 網頁要找置 網頁要找置 如果你打開的話 你大概看到一個白白的視窗 然後上面寫Python的版本號 然後開始出現可以輸入的框框 OK 最好它長得像是後面那個東西 就是會有一個Python show可以進行 對 有人的電腦是不能用的嗎 有人的電腦是不能用的嗎 好 要不要看到 對 好 要不要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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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太小了 OK,大家都擋開了嗎? OK,大家都擋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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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对付可以帮忙确定一下 其实小队都可以有 Python Show可以用吗 对付可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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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大家都出现像这样的Python Show 不论是黑底白底都出现了 OK 好 因为我们有帮大家的电脑上面部署 Adam 就是另外一个编辑器 那我们暂时还没有用到 如果你看到一个灰底 然后写Hello Welcome to Adam 先把它缩小 然后开Python Show OK OK 没问题我们就继续讲啦 那Python基本上是一个直译的程式语言 然后它是一个动态语言 就是你在使用它的变数的时候 基本上你只要事先不需要特别事先宣告它是什么形别 然后你也不必被它的形别所限制 然后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在里面做操作 再来说你在 我想问一下到底有多少人学过C++ 应该都有吧 OK 好 那 如果你在C++的话 因为C++是一个静态语言 也就是说 程式里面所有东西就是宣告做是固定的 就是它的形别是固定的 那 那 那 Python是一个动态语言 所以你在执行阶段并不会受到任何的拘束 就是你可以随意把那个名字和任何东西关联起来 然后你可能会问说这样会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样其实可以达到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作用 那 我先回到 重影片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 例如说 好 你在Python里面要印回圈的话可以做什么 在C++里面 你跟他先宣告一个 就是一个整数 它是i 然后你要跑从1到5 所以你要跑 一个回圈 就是 从 把一个i的整数 从1跑到5 然后 每跑一次回圈 i就要加加 就是加1 对 然后你要C++ 然后 我们要印出 比如说 1 1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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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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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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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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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2 2 2 然後它會產生一個你可以每一舉 你可以一個一個舉出來的 然後就會列在灰圈裡面 所以它的意思是說我在一個 我在五以下的數字裡面 把它每一個都列出來 然後把它印出來 那把它印出來也不用做什麼特別 你就把 因為I是數字 所以你並沒有辦法直接把數字和文字相加 所以你就把它轉成文字 就是把它轉成Stream 然後把它加在一起 印出來就好 就是如果你要在Z++裡面做這件事情的話 通常你不是要用Cout 就是要用PrintF 那我相信大家其實從來沒有弄懂 PrintF的那些格式是什麼意思 就是 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 不然我們看一下這個好了 這個例子比較明顯 我們剛剛做的那件事情 和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其實差不多的 就是 我們有一個可以列舉的東西 像在這裡是一個文字的自串的陣列 對不對 然後把每一個東西印出來 那其實這邊就很明顯 就是 應該可以當英文句子讀了吧 就是 就是 所有的小隊員 所有的小隊隊長 有 我 版面關係我直接列出四個 有 Takeshi,春葉,Eat和 腿部 然後 For Captain in Captain 在小隊長們裡面 每一個小隊長都做什麼事 都做 把它印出小隊長空格 然後 加上小隊長的筆字 然後 最後再印出什麼 CrintLand Covenant 你直接把它翻譯之後 就是印出長度 小隊長數 小隊長的 那 小隊長長度是什麼 就是四 因為它有四個 就是 你可以很直覺的 把它印出來 然後你就像在讀一篇英文文章一樣 對 那 並不是很困難 然後甚至說 如果你變說 你只有中文句 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說 小隊長們 等於 那底下的迴圈就是變成 每一個 小隊長 引 小隊長們 對 然後 這樣其實還蠻直覺的 就是 基本上來說 你不用再為了 你那 程式某一段迴圈 到底在做什麼 也不用再特別去 為了寫一個漂亮的寫法 然後做出一堆可怕的招數 對 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是 它的 在 Python裡面的語法是 宣告一個陣列 直接用 那個 繁華圖 然後把你每一個 要用元素 塞進去 就好 那可能你在 C++裡面 一次只能塞 譬如說整數 你可能只能塞 12345 那Python裡面就是 因為它完全不會管你的型別 就是它不會管你裡面塞 數字或字串 反正它的概念是 它有一個 袋子 它有一個 袋子 它就把所有你要的東西都放進去就好 然後反正你每次舉出來的東西 就從塞進去 它出一段要出一段 這樣會太快嗎 那大家可能會問說 就是 好我大概知道Python這個語言 就是它的 非常的簡單明確 那你可能會問說 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進行一些實際的操作 因為 就是如果你要印出 例如說像 你一定可以做的東西像整數 像相加相減嘛 然後乘除嘛 那Python還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的數字是 無限 無限大小的 所以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就是 你現在這邊打 2 乘3 6 對不對 OK 200 乘300 6萬 OK 那如果是200的 300次方 乘乘在Python裡面就是 次方的意思 然後 就直接贏出來了 對 如果 這就是非常直覺 就是你的數字 你在Python裡面只有兩種數字 一種叫做 系統 一種叫做 系統 一種叫做 本身 就是像 你在Python裡面那個 電影層一樣 整個部分 一種是 接著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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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就是系統內建的整數 例如說30萬元電腦就是30萬元整數 64萬元電腦就是64萬元整數 第二種就是數字 無限大的整數 就是你可以直接拿它來做任何數字操作 所以如果有同學問你說 就是2人140方是多少 你也不用費心的去算 大概太前面直接打就好了 然後如果你想要試試看的話是OK的 然後你會看到底下後面會加一個L L的意思就是它是長整數 就是無上限的長整數 基本上你的記憶體有多少它就可以算到多少 所以還滿有趣的 所以如果大家之後有興趣的話 有一個Python有拿來叫算科學計算的兩種語言 一個就是NumPy就是NumberPy 然後一個是SciencePy就是SignPy 就是因為Python有些語言課題 就是像無限量的數字 所以它就可以無上限數字 它就可以算一些就是計算機科學上的神奇的東西 OK 那這是其中一個部分 有誰是完全沒有學過程式的嗎 會不會覺得我剛剛講的太抽象 或是沒有聽過 OK嗎 那如果大家都有學過的話 也盡量就是講它和D++的異統之處 那就讓大家知道就是大概有一個個性質 OK 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說 你可能會說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如果在開始裡面 我只能一次舉1到5的數字 或是一次這種正列裡面取東西出來 你可能會想說 就是你在C++裡面 如果你要取四串的正列算 你會 因為你有一個I 所以就可以例如說 例如說第0個是 像在這個例子裡面 第0個是Alan 第1個是Bump 第2個是RSA 第3個是Tinfo 第3個是Tinfo 那你們講說 就是它在Python裡面 既然它沒有那個I 你就不會知道它是第幾個藍 那這時候要怎麼做呢 就是 就是它有提 Python有一個韓式叫Enumerate 就是列舉 直接翻譯中文是列舉 所以就是列舉所有的講師 從講師裡面列舉出來兩個東西 一個是I 就是大家熟悉的那個技術的I 一個是它的名字 那列舉它在做什麼事 基本上來說列舉它會傳回 就是它回旋裡面一次會傳回兩個東西 一個是NameChain的技術 就是我們剛才前面看到的Range 對 第二個就是那個陣列裡面的實際的東西 所以就是你會得到零 就是它你會打零 你會同時打到兩個變數 一個是零 然後一個是Enumerate 然後下一篇變成一和Bong 等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它有一點就是彈數語言的特性 可是你可以不斷不斷的在上面加東西 那甚至說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你可能會講說 就是像在Z++裡面會有Zout 然後看起來還蠻簡單明瞭的 然後在C語言裡面會有CritF 你可以把字很容易的印出來 然後用一些故障的格式印出來 那你可能會說 那Python如果只能用像加畫 才不會害就是加字或什麼語言很像 那其實Python會有提供 其實Python它的格式畫應該會比 就是C主 就是C或Z++清楚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好 在這邊 就是你如果要印出來的話 通常會有一鏡面的格式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把格式指定給城市的方式 如果你在城市裡面 用很多的加法把它轉來進去的話 這個時候其實它的格式其實就很痛 就是你沒有辦法像一個群體一樣嗎 或者沒有辦法知道 城市到底要印的是什麼格式 所以它一個裡面有一種格式 就是算了比較大方式 就是你把所有要挖空的地方 用方法圖挖開 就像另外一個東西一樣 那這邊的研判就是什麼 它抵押第一名的彩屬 第一個彩屬 就想到你傳一個是一個正確的方法 一個在進去 一個在進去 然後滑你出來 這樣就很明顯 可是它對你來不透明的變形 因為它沒來不及搭空 那還有另外一個有失望的方式 是 有多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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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拍這裡的 你對函數是可以彩 特地指定說 他把函數的參數 他傳統的進去 所以像這裡的話 如果你給 如果你這邊挖孔 這個東西 你再挖一個挖孔 它寫 裡面不是 你不是 列出的一個框 那你全面的專數究竟N or M 所以等於是說 你在這邊挖空之後 你直接在這邊得到 各式化資產 是來的一些 但是你不會不知道 行為如何是從 因為在傳統設計 其實把裡面 他可能會用 就是擺個分別 擺個分別 然後就想說 你能寫個資產這邊的 然後就能寫個分別的東西 然後直到要跟上一起 你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會有什麼 那其他人的方法 其實就是 然後在傳統設計的時候 以前要挖的是 你不是一次 而且是唯一的 就是傳統的 造船 造船 如果你挖的是 如果你挖的是 變船 如果 你挖的是 變船 的話 你不知道 再檢查一下 他就可以把這個 所以你可以做什麼 然後如果是 擋住 可以從一次 哪有哪有 這麼多的 還是想看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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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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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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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會有很多種方式 那在Python裡面就是一種 就是它就是正念 你在其他程式語言裡面 可以對任何的正念或是Vector或是EQ 做就是Double Ended Q做的所有東西 你在Python裡面都可以在統合類別上面完成 那接下來 然後如果你要問說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然後OK 這樣會在幹嘛 然後如果你說你要在程式碼裡面找 例如說我這邊有個政令 然後你要在裡面找說裡面有什麼內容 然後在一般的程式語言 你可能會跑一個回去 然後一個一個項目筆就會說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如果你要在Python做這件事情的話 就直接 就直接問他 N在不在L值是從2到X的平方根 到不大於X的平方根加上1 也就是不大於X的平方根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要取直數的時候 就是你通常 例如說假設是81的話 他最大的 最大 最大 不是自己的 最大因素應該是9 也就是他平方根 所以就是你要取所有 就是不大於他的平方根 不大於他平方根加上1的所有數字 對不對 那像 這件是X等於97 然後他 然後你取從2取到他所有可能的因素 他可能是2345679 然後接下來你要檢驗說他有沒有整出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就像我們前面那樣做 就是你把I換掉 就是你可以先讓他印出 那我們每一個可能整出 每一個他的可能因素 他處理I的余數是什麼 他就告訴你 喔有11121617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你再把他變成判斷式 就是 那這些數字都等於 0嗎 欸 對不起 我夾錯地方 這些數字都等於0嗎 就當然都通通不是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講到說 為什麼陣列很重要 就是你看我們最前 reduce 就是把一個陣列 從陣列變成一個數字 或是任何一個物件 或是任何一個對或錯的值 那你要怎麼處理呢 他就會告訴你說 他從頭到尾一個一個左右下屏 開始一個月把它併起來 你就是想要就是你一串正列 然後你要不要壓縮成一個 那像剛才那邊有一串 就是例如說我們要知道說 好你就是想做什麼 例如說我們要加數字的話 可以看一下 就是通常reduce這個函數是這樣有 你先給定一個任何可以列絕的東西 例如說一個範圍或是一個陣列 然後在做什麼呢 對於每船進 就是每兩個船進的東西 就做一次相加 那全部加完之後 就是119了 對不對 就是從0到19通通的價錢 那這個東西在這裡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你如果算指數的話 我們剛剛拿到一堆false 對不對 就是你可以對任意的x做reduce 因為這邊是一堆false 所以你對每兩個false 每兩個船進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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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叫做or 就是 可能你左手邊的可能會整出他 右手邊也可能會整出他 或是兩個都沒有 那你每兩個就比對一次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可以整出的 如果有其中一個是是的話 那接下來通通會變是 那這個數字就是 可以被整出的 就是 這個數字就不是指數 那如果他左右都沒有辦法把他整成 那他就洗進去 所以你如果把reduce印出來的話 這邊都是false 然後我們用reduce把它縮成一個狀態 好 那你要reduce把它縮成一個狀態 就是他會左右跟比對 就是 這個數字 所以這邊兩個 或我的時候 還是off 那這邊是 對面子 對面子 所以總體比較想像 off 那這個代表是要是 這個 這個代表要不實行 那因為大家看 我們要去的話 要去的話 它是 就可以這樣 因為它就倒入 就創意 去 樹 那不是好 那是好 那如果我們把一隻換掉 就是要去換掉 那如果是一個 那就是對於政界操作來說 可以來一行也很精確地表達你的意思 因為如果你不希望把它寫得這麼緊密的話 你可以用非常接近英文的方式去闡述你要的程式 你要的程式要表達內容 然後甚至說Python裡面每個名字都是可以動態處理的套路 那我們先進去那就是對於政界操作 那你可能會問說 那我可能常會聽說Python有很多很多奇怪的功能 那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可以拍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 はい atorあ 머 不是 跟誰說的 現在呢 很輕微有的 在Python裡面 你要怎麼建立一個簡單的網頁流氧 就是簡單的伺服器呢 我們都說Python的程式不非常的強 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套件可以給你使用 那如果你今天要在家裡臨時要測網頁 就是明天聽風的客人應該會講網頁前端的設計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到 就是舉個例子來說 所以說Python的設計 我們在家裡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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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你只要在任何檔案目錄裡面切照你要的資料 然後對Python下指定說我要開一個HTTP Server 然後8080是那個參數 所以還記得昨天Elon的課裡面 他就說你在本期叫proxy也記得也接步要升成8080 對,就是它是一個慣用的測試的port OK,就是我們要在這邊調用的是Python的一個模組 那基本上一個模組就像是你一個寫好的程式檔案 然後就可以匯入進來 就是你在import的時候其實就是執行一個模組裡面的所有東西 然後把裡面可以用的任何的資源給倒進來 那我們現在做的就是直接在命令列執行他 然後請他在我們這台電腦上就是執行一個簡單網列伺服器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打開Chrome的話 這個時候如果你打開Chrome的話 你應該可以看到就是你在localhouse應該會變成一個網頁伺服器 然後就可以直接列出裡面任何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拿來預覽網頁 那如果你要做像這個是我隨便抓下來的程式專案 就是它是網頁的樣式版 就是明天如果再上前端 你需要大量修改網頁的就是網頁的外觀的時候 如果你一直上傳透過網路上傳到網路上再重新整理 其實是一件很耗時間的事情 那其實你用拍整就可以直接開一個 在電腦上開一個就是預覽網頁的測試伺服器主軟 然後就可以直接看得到了 然後如果你在目錄裡面做修改的話 你在這邊重新整理也看得到 對 那這只是形容的範例 那我們可以看一些正常的東西 就是 我先把它停掉 按盤處理大家自己叫做就會自己停止了 對 OK 就是 它如果有錯 我只是因為告訴你說 就是因為你鍵盤中大有關係 它會打 那我們是不是就停止了 就不用擔心 對 那我們可以實際看一下 就是Python在函式庫裡面可以做什麼 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如果你常常會用到日期或是時間或是好 字串的比對好了 就是如果你常常需要操作很多的字串 或是你常常 我記得如果你常常需要操作段子 例如說字串的比對或是段子的話 其實Python都有對應的程式 那我找一下 所以不用擔心 很可惜 那你不是時常會放下 這部分有本來的 他就在用後 再次無力 工 好,我這邊要舉一個就是可能只有我有,可能暫時只有我電腦能demo的東西 就是因為如果你在Python要做段子的話,其實你可以裝就是這樣關段子library 假設例如說我們今天要處理的是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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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音楽 OK 就是我们都会说就是如果大家有玩过那个那个wordpress或是往google搜寻的话 你可能都会知道说你在搜寻你打一个句子的时候 他其实会把你的句子切断 然后拿去google搜寻的 对就是拿一个一个关键字去搜 那接下来你可能就会问说你的成交怎么做到这一点 那其实通常如果你要完成这些事情的话 老师可能告诉你说这边有一点paper大概50页 然后你回去读一读就是大概关于程式这种段子的资料 然后把它读完之后你把它写成对应的code 然后你的程式就可以出演 那但是python为什么我会说它的就是应该说它整个生态圈非常的活跃 就是说你在python要怎么做到段子 先 import 罚汇进来 然后再来初始化 初始化之后再就直接使用 那我们这边使用的是那个结疤字库 就是它作者群比较结疤 那各位电脑可能没有预装 因为这是我上次在测了那个Sikon的IrC load的时候在用的 你假如其实literally你只要打三号子 就是汇入结疤结疤然后初始化 初始化之后断它的词 断它的词然后底下就印出来就是 这是断词的结果就这样印出来 然后其实你也不用特别去关心说它里面的断词方式是什么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样不太清楚啊 就是我可能会有 例如说我有特别的词 例如说假设你打暮风或是黑鼠这种是特别的关键词 那它如果一般用名词来断的话 可能会断出默暗风黑暗数 那可能灰坑可能两个都会被拆在一起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样不太精确 那这个东西只要多加就是字典档就可以了 那我这样其实还蛮明确的嘛 或是说我可以 或者说如果我们用UIL-Lin的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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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OK 好喔 好喔 那我再舉個例子是說 你在如果你要從網路上下載檔案的話 就是你要怎麼做呢 就是基本上來說 你只要import urllib 就是urlibrary就是網上市庫嘛 然後這個時候你要做兩件事 一個就是把它打開 一個就是補它 然後他就會把網頁內容通用印象 那這裡是網頁原始嘛 那如果要處理的話 我就先不討論 那但是就是說你可以從 你知道你可以從任意的來源 抓檔案 然後方法是一樣的 就是我做個比較好 好 哦 順便 谢谢观看 假设我们这边有档案叫做file.txt 然后我们要怎么读它 就是在Python里面你开档就是把它open 然后后面给的参数是读或写 就它很C语言是一样的 对那读进来之后它直接变一个字传就是hello 对不对 因为我在上面先把它写进去 然后再把它叠出来 那但是在Python里面有一个非常 就是为什么我会说Python的精神是 就是如果有一个方法可以完成它 那应该就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是什么 然后从网站上面读东西下来的 就不得到了 对不对 就不得到 对vity 对不对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上面的部分,我们打开档案,我们用open,把它拍成一个档案,然后再把它读出来 底下的部分,我们要读网页的东西,我们一样是用,我们用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open,是URL open,然后再把它读出来,然后就把网页有什么凸出来 你可以看到它的模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使用的函数不一样之外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讲出,就是设计模式应该是一致的 就是说,同样都是网路的资源的话,你应该要设计 同样都是网路资源的话,你应该把它视为它很一样 但是它开启方式不一样,可能中间会多出一些需要处理的问题 但是它的原理应该是一致的,你应该最后都可以把它用相近或相似的方法把它读出来 对 那我看看还有一点时间,就是 呃,大家会累吗?有要先休息吗? 好,不然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了,我也可以说先装个水 那我们待会回来之后,可能会试着用Python做一个简单的script 让大家示范说怎么整理资料讲的档案,OK? 然后保理保理,就是 你看为什么叫URLib2,就是因为它用了Lib1 就是没有E啦,就是URLib 那后来因为那个有一些,就是安全性和程式码的问题 所以后来有出Lib2 然后再后来又出现各式各样人生的Library 那Python3就把它统一了 所以就是如果你在Python3的话,你应该用URLib单Requat 但是就是大家电脑上面,主要多数的电脑上是装2.7.6 或是2.7.3 那我们就不特别,就是不特别讲Python3 但是可以跟大家讲说就是Python3的那个还是故事不一样 它应该会比较简单,就是不会像现在是我们 不会像我刚才还算对以前複雜,就是Python3应该会好看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我们有示范段词的部分 就是段词Library是比较特别的 但是如果大家有去过Python或是类似的就是年会的话 那个段词系统,为什么段词?就是当你在... 就是我们刚刚讲Import是什么? Import是汇入模组 那Python的模组就想像它是一个档案存起来 然后存起来就可以直接执行 那我一个档案要执行的时候 如果我需要其他档案宣告的函式的话怎么办? 那这时候你就要把Import进来 那所以其他的档案,一个档案可以是一个模组 也有可能它是一个...一整个资料夹里面有很多的小档案 它们都是模组 那...所以你在Import的时候 再来说像你Import URL Lab 你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真的没有问题了 那像我们刚刚那个段词系统的话 就是因为段词你需要载入字典 所以你还要特别告诉他说要出实话 那带你把字典载入进来 那再来说Python的Import是不用 不用再加Internet 不用再加Initialize 就是你不用再特别出实话 这是不用再加 对 那我们刚刚好像讲了很久 都没有讲到说要怎么宣告一个函数 就是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还蛮直觉的就是... 对不起 在Python里面 你要宣告一个函数 就像你那些数学师或什么样 就是... 例如说我们可以定义一个f of x 冒号 DIF就是define 就是定义的缩写 就是缩成在那边DIF 定义f of x 就是... 一个函数是f 然后它的函数是x 然后... 你这样... 我们做个简单的好了 OK 那这里你要特别注意就是 在Python里面是没有... 是没有大刮糊的 就是... 你如果写习惯C或Z干架 你会知道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大刮糊 然后要把它刮起来 那在Python里面是完全不用大刮糊 因为... 大刮糊其实不会增进你多少阅读的能力 反而就是... 会造成你阅读的困扰 所以它把它都回去掉 就是... 它是... 在每一行... 所以... 例如说你... 例如说... 你定义一个函数 你就点我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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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固定就好了 对 那... 接下来你定义之后 就可以直接使用啦 就像你在其他程式语言一样 就是... 你把... 它的值 比如说我塞1进去 它就会传2 塞2进去 就会传4 那... 因为... 其实你define 你用... define的方式 定义的话 它是可以盖过去的 就按变数 你可以用别的... 新的内容把它盖过去一样 你假装重新定义一次 它就会再被盖过去 所以... 如果你再重新定义一次它的话 再传回一下就变6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其实是非常有弹性的 然后... 但是这也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刚才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要... 用 import的方式 import模组 我把网络交... 然后... 刚不应该把网络内容列入出来 像你看我们在... import urllib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必须... 为什么我们要在前面加urllib去搭 urlopen 应该说... 假设... 假设... urllib这个模组是一个档案 那里面有个韓式是open 就是urlopen 去把网页给打开 那... 你就想像说如果你同诗 假设它... 不强制你在前面加这个名字的话 那很容易就重叠 那重叠的时候就会看说 哪一个档案最后汇入 然后它就用最后汇入那个 韓式名字 唯一名字 它就把它盖过去 然后就会发现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是... 比如说如果它档案的... 韓式的取名 和内建的韓式重叠 或是看你的韓式重叠的话 你就会永远懂不到它 对 所以就是... 它会这样写 那... 当然还会有别种的写法 例如说就是... 你可能会看到有这样的写法 你可以... 你也可以特别挑一两个函数把绘件 例如说我们可以像我们刚刚讲... urlopen 你可以用这样写 就是... 从urlip to这个模组 import汇入urlopen 那就把它汇进来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特别再加它名字了 因为你特别在程式买面指名 就是说我要挑这个 那它就不会强迫你一定要指定 或者是哪个模组 哪一个了 你就可以把它像你宣告一般函数一样 把它就告诉你说 有一个韓式可以使用 如果你直接打它名字 就会出现说 完全urlopen at某个记忆位置 对 OK 那... 如果... 那... 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一些实用的阶段 就是... 假设你今天要... 帮你的资料夹排序 或是帮你的资料夹去 那...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你在Windows里面 或是你在平常使用电脑的时候 想... 大家整理照片的时候 通常就是说 我每天回家 就是开一个新资料夹 要把照片丢进去 然后... 可是你最后会需要整理 对不对 那... 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怎么样 就是... 通常最简单的整理方式 应该就是你按照日期去排序 然后... 就是按照日期去取那资料夹 日期去排序之后 去帮他取资料夹名字 就是说变号 或是用... 那叫修改日期去取他的名字 那这件事情 其实很容易 就可以在Python做完 就是... 你假如... 你可以先import 匯入OS 那OS.path的是... OS 是一个模组 OS模组 底下有path 这个模组 所以它是OS.path 就像... 如果... 我们刚刚讲... 就是如果你在Python3的话 它是URLib.request 那... 其实URLib 是一个模组 然后... request底下的子模组 对... 那... 你在... 你把... orys.path import 可以来做什么呢 就是... 它是可以对档案性能 往任何路径做操作的函事库 所以... 例如说... 你打... exit exit 就可以直接判断说 这个档案存不存在这个 存不存在系统里 可能... 在其他层次员 你必须要... 试着拍档读读看 然后... 发生错误的才会跟使用者说 诶... 反而不存在 但... 这样并不是一个很好读的状态 所以它就直接说 例如说... 如果你要加判断示外 可能就会这样写就是... if... 诶... 不去... 可以做像这个样子的事情 就是... 你可以直接这样读一句 就是你可以读... 在这个... 读系统的... 读... 你现在在这个... 现在在这个... 这样讲的路径底下 有没有这样一个档案 那如果... 没有的话 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直接像这样读一般 就是... if... y.px.exist 然后... exist... 什么档案 然后... 针对它做处理 那... 好... 因为很明显 我这样讲没有这个档案 所以就不会有反应 那...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有趣的东西就是... 好... 呃... 你可以用... get a time 做到什么事情呢? 你可以取得... 最后存取这个资料夹的时间 那... 为什么它会是一个整数呢? 那是因为它是一个unix的... postix的时间戳记 就是... 你知道在很古早古早以前 它其实没有一个通用的时间期吧 后来就约定说 以1970年1月1号的0.0分 开始起算 系统时间每一秒开始算 然后算到现在为止的描述 所以... 所以你就会获得一个... 那点的意思是现在这个资料夹嘛 对... 所以你可以就获得现在这个资料夹 最后修改时间 就是... 所以A是access 就是存取的意思 对... 所以你就可以取得 这样的最后修改时间 那你可能会问说 就是... 我取得最后修改时间 对我没有用啊 那我可能会需要就是... 那个... 我可能需要把它转成 人可以读的日期时间这样 那... 你... 你这个时候就会需要... 后... 看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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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做了什么事 你既然要在Python里面使用日期时间 那你就是先import日期时间 对不对 importDateTime 那... 接下来DateTime里面 这个看来有点绕口 就是... DateTime.DateTime.FromTimeStamp 就是... DateTime.DateTime.DateTime 是... 在日期与时间这个模组里面有... 三到四个物件 就是... 一个是日期...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日期时间 还有一个是时间长 还有那个... 那个... 时区资讯 所以... 在这个模组里... 在这个叫做日期时间的模组里面 你要取得那个日期时间的那个类别 然后... 在取得那个类别之后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 如果我们这边直接打DateTime的话 他就告诉你说... DateTime是一个模组 模组从哪里来的 从... 从... 我心组里面这个路径能载入的 那... DateTime.DateTime.DateSpace 那你先看DateTime.Date 所以你這個時候會把它阻進去 那我們剛剛取得了一個POSIX的timestamp 就是你這個時候就可以用 from time stamp的方法 把時間戳記 把一個整數的時間戳記 轉換成正常的日期時間 所以你算查會告訴你說 你獲得了一個就是2014年7月10號 然後17點22分42秒 這是你最後修改的 最後打開的時間 那如果你幫他加1 就是因為他是整數嘛 從秒數可以算 可以變43秒 對 就是一個簡單化算 那你要怎麼用他來就是 取得所有的檔案資料講的內容呢 就是其實也還OK的地方是什麼 是一個人通常的意思 様子的時間 有一個人的心 決定 因此 多不少 有一個人的心 絲為 同時 下級 在 中文字幕志愿 時間好像有點不夠 然後我好像來不及講話 那沒關係就好 那我講最後一個東西就是 我們剛剛好像忘記講 Python的Dictionary 就是 好在那我最後就把Python 剩下的行別不完就好了 就是我們剛剛可以看到就是 第一個就是Python有很簡單 很強大的語法和正面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奇怪的函式庫 那你要取得的 因為其實時間也不是不行 然後如果你要用它來排序的話 我剛剛忘記講的就是 我們知道如果你用Line 是可以用Shuffle 那如果你要排序的話就是 對著陣列用Sorge就好 它就會排序 這排序比農曼簡單 然後Python會有幾種列取 就是因為我們講說Python的東西就是用列取 就是任何東西都可以列取 就是大部分 那它會有三種列取的型別 一個是正列 然後我們剛剛忘記講到是字典 就是字典是任何一個東西一個一個 補起來的玩意 例如說 例如說你就可以建 例如說像你用像Jas 你用像Jason的語法就可以建立一個 就是像字典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你要怎麼列取呢 就是我們可以把它存起來 你如果對字典做列取的話 就像你在翻一本字典一樣 你在列取的時候 它會把每一個字典裡面的字 也就是它的所以 它的T給列出來 像剛剛的所以是什麼 就是職業 年齡 按名字 然後就不按照順序 因為是因為你沒有辦法 因為它其實應該是一個h table 對 所以就是 然後應該會按照雜錯值來排 所以就是它會不保證按照順序的 把你放進去的每個鍵都列出來 那如果你要列取它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直接 你要列取它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些鍵去取值就可以了 那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tupor tupor是比較特別的 它有點像是正列 但是它又可以 它有點像是正列 但是它又是不能修改的 舉例來說 你如果直接跨五檔一二 它就是 我們會叫它什麼 就是有點像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中文比較小 就是 它同樣是可以列取的東西 它同樣是一個可以列取的物件 但它並沒有辦法修改 結果你有點想像它就是一組挖控的 就是一組既定的數字組在一起 或是一組紀念的物件組在一起 那這個東西可以怎麼用呢 就是它最常用的就是 為什麼會最常用的就是 用來交換或是存取物件 因為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你這樣寫 就是AB等於1 就是A都號B等於1都號 就是左邊是一個tupor 右邊是一個tupor 那它就會自動做一件事情 它會把兩個拆開 然後把兩個塞起來 所以你這時候看A是1 可以做 例如說我可以return A B C 我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來說 你如果韓式闖同時計算就有三個結果 再來說 如果你再救了三個結果 就以前就是如果你在C或Z加加 或是C小語裡面 你在C或Z加加你可能會需要用 把你的輸出值當作參數傳進去 然後教坦式去修改那個輸出值 或者說用在C小語裡面可能要用out 就是用輸出參數的方式去把它傳回來 那但是在python裡面可以用tupor 就是你可以直接一次傳回好多個值 然後它會把這些值就是壓成一個 可以列舉的物件回來給你 那如果你希望單獨的把這些值拿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例如說XYZ 像這樣子 就是你如果在韓式裡面return A B C 然後你可以直接在韓式Y XYZ把它展開 那這個時候你直接去X 就會是上面那個tupor值 就是通常你在做 就是你在程式裡面用固定的組 例如說像 如果你在其他的情況之下用的話 你可能通常我要宣告一組 同時幫你例如說有既定順序 然後有既定順序和結構的資料 但是我不希望特別去為它建立一個物件 或者特別去幫它開一個陣列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tupor 所以我可以把一組資料壓在一起 然後很細稠做交換它的排序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稍稍複習今天講到什麼 就是我們如果把那個一乘機往上決定 我們今天一開始講了什麼呢 就是我們一開始應該講到就是Python的語言本身 就是它的目標就是你只有一個方式可以通常會有一個solution 然後那個solution就是最漂亮的 如果有兩個solution要嘛就是你的問題 要嘛就是它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它會盡量希望你的程式語言可以乾淨 然後可以可讀 就是很多人會喜歡把程式語言寫得很花俏 就是例如說可能一行之內 然後有很多的錯綜負擔的符號 然後它Python認為 就是Python程式語言的精神應該是 你要把程式語言寫得盡量可以讀 然後盡量接近正常人會看得懂的語言 然後你可以很輕鬆 像行音流水的人在寫程式嘛 然後對你不會有負擔 然後對大家也不會有負擔 然後再來就是你在使用Python的時候 它會進 就是例如說像你在操作自創 就是你要把思維反過來 就是以前我們可能會通常說韓式是 你可能要呼叫 例如說像複製自創或是什麼 對自創作操作 你可能沒有辦法直接在自創作操作 或是你必須要用別的韓式庫 然後去對自創作操作 那Python就告訴你說 你要把 就是例如說你要把這些串在一起 那你要你的思維應該是自創 然後去創其他的物件 自創然後用它來產生其他的格式 就是你的思維應該是要跳過以前的那個方式 然後盡量用越接近語言的方式越好的去寫它 再來就是我們有示範一些就是Python的韓式庫的一部分 那因為今天有Live Demo的關係 就是我們有現場失敗 然後會讓它選說大家電腦上可以用的韓式庫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展示太多 但是大家回去可以玩玩看 包含就是像IPython的筆記本 就是IPython就是命令列結合筆記本的功能 或是說包含像是用Python建立圖形物件 那因為是Windows環境我就沒有玩了 我就沒有讓大家玩了 就是你可以用Python很快建立一個QD或是WX Widget的視窗 然後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畫畫 甚至做3D的繪圖案輸出 甚至說用Python去跑一些簡單的script 就是因為Python是點py檔 你只要你如果把Python檔安存成點py檔 到時候就是用Python然後什麼什麼點py就可以直接執行了 或是你在innet上面幫它設定好 就是幫它設定好就是執行缺陷之後 你可以按兩下直接執行 那你可以把一些常用的小工具就寫成python script 那這樣就可以之後就過去玩玩看 因為就是一個半小時的時間有點少 所以我今天就沒有時間好好講完 對 那就希望這樣對大家有幫助 那有什麼問題 或是你接下來幾天想要研究 就是怎麼寫出某Python特定功能的話 就可以都可以找我 那謝謝大家